你我他的你 一定要打那個你 女字旁那個你 然後我一定要打 我 嗨 大家好 我是寬安 你好 最近啊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 九年級生的流行用語的影片 我覺得現在九年級生 講的那些話 完全聽不懂 他大致上就是講什麼塑膠話啊 咖啡話什麼的 誰知道塑膠話就是你無視我 咖啡話就是垃圾話的意思啊 欸 你知道嗎 對啊 完全不知道 不懂不懂 旋轉 對 旋轉不懂 講到旋轉就講笑 所以今天我們打算拍一集 八年級的挑戰他們 懷舊一下 順便告訴你們 我們八年級生也是有特殊用語的 我包主你們聽不懂 我愛你 什麼你 你我他的你 一定要打那個你 女字旁那個你 然後我一定要打 我 欸 這超好笑的耶 現在你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 八年級生的朋友 他一定會開回大笑啊 罵髒話的話一定要罵坑 以前玩遊戲不是 抱抱王他會禁言 他會打髒話變個米 對 以前玩遊戲 直接按米 人家又遠遠在打髒話 欸 很懷念耶 那今天呢就是想要分享你們一些 我們那時候的年代 然後我在網路上面的PTT找到了很多 欸 我看到非常懷念的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現在念 然後你看你有沒有共鳴好不好 第一個就是 叮咚有人在家嗎 你說即時通 對 他說是演即時通 不知道現在的人 知不知道那時候有即時通 即時通就是現在的Line嘛 然後你按那個叮咚 那就是 叮咚有人在家嗎 而且不可以一直連愛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笑的 就是 你們在吵架 然後你就說 你是沉水喔 我相信現在的小孩子 小朋友 都不會知道 你是沉水喔 這句話什麼意思 解析一下 為什麼沉水是欠扁 因為他是我們那時候的總統 我們那時候的總統 叫沉水扁 然後他找我們就說 你是沉水喔 他是沉水扁嗎 啊但是只念沉水 是不是少了一個扁 就你是欠扁喔 怎麼那麼有創意啊 下一個呢就是 微婆真心會養 然後都會真婆 對然後有些小孩子不是字 他把那個真 看成微 微小的微 重點是你其實從上面 一定要打一堆心情小語 無名 對無名 無名都有加上字 變藍色 就算你沒有那個無名小帳 你後面加點 www 我那時候是打 我願變成童話裡的天使 好屁喔 因為那時候童話超流行的 對啦 我手機編曲還自己編童話 不然又是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對 你一定有 再來這個呢非常經典 現在我們遇到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令人amazing的事情 我們是會說 哇這太屌了吧 太神啦之類的 太狂啦 太狂啦 然後那時候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啦 畢業今天車上面 不是要寫一些 畢業那個文 對 四個圈 然後在那邊 有情可貴 百事可樂 太屁了吧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在寫那個 應該都是留LINE 然後 對啊 現在都沒有了 我小學的電腦測的時候 我都會去養那個 翻書寶寶 我是養劍兔欸 好好好 也有劍兔 劍兔 會養在螢幕上 對對對 他在螢幕上走來走去 然後在那睡覺 聽海球打電腦 對 打海球嘛 就是我們現在有Youtube嘛 我們現在Youtube不是有發影片 都會在IG上面打說 有發什麼新影片嗎 我們講那時候是怎樣好不好 在你的即時通後面狀態打 相簿王子跟加加 對 我還會選什麼 網加一 對 網加一 相加二 對 就是你的網字多了一篇 然後相簿多了一本 誰來我家 九宮格咩 你一直回訪 有回訪 很懷念欸 我快哭了我 那即時通沒了 我的五名小段也沒了 都沒了 都沒了 不過我相信 現在FB IG 你大概十年二十年後 我們會再來拍一集那個 總之呢我相信這集呢 一定吊起了很多 八年級生的回憶 好不好 你們不要在那邊塑膠了啦 我跟你講啦 我們這些流行的火新聞 是你們那些咖啡話 比不上的 要這樣槓起來嗎 槓起來槓起來 八年級跟九年級生 有沒有 讚八九 打起來打起來 如果你覺得我們當時那個年代 跟你有些共鳴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來灌水喔 一定要記得來灌水的Youtube頻道 要來踏踏喔 一樓搶頭箱二樓坐沙發 喜歡影片記得來幫我灌水 分享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